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枢庆祝建国75年国庆典礼 上午9点在总统府大礼堂举行 将总统亲自主持 总统在致辞中 欺勉全国同胞 自强自救 自立自强 携手为国家效忠 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总统致祝辞 职位先生 职位女士 今天是中华民国 七十五年国庆 违向国务领导国民革命开国 先总统将功案内向外 建国的艰险 奋斗 一切精致 复兴基地 建设的理想 埋兜 不干 中华民国 中国是个有理想 有目标 有女者 的国家 秉持我们身后的奉化 赞统 坚韧地秉择 性格 直讲不信 直立直讲 王院长报告 上国奉命报告 仅以国庆宪政 法治为题 简单程序 过人的一点感想 今天 回味三十余年来 政府与人民流泪流汗之间行 面对中共在各岸 俯视眈眈 拾起而动之情势 深信我复兴基地 两千万同胞 本与同州移民之共识 逼人专案思维提高警觉 绝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的力量 危害我民族深层 与希望所吸赖之根基 以我们国家今天所处的城市 凡所处的错 必须以权力 就证宪政民主 人民自由 与民生福利 但 有需兼顾 动员勘乱 国家安全 与国防建设 以确保生成发展 能生成才能发展 最后 少国 警愿 我全体同胞 都不要忘记 总统在今年国庆祝辞职 均匀招势 我们都是这一个可爱国家的国民 让我们齐洲立正 向自己的国家敬礼 切手连心 为自己的国家效忠 报告完毕 全国各界同胞以及回国的侨胞 今天上午十点钟在总统府前广场 举行了盛大的国庆大会 全国各界同胞以及回国的侨胞 总统并且在总统府 接受了各国驻华使节的道贺 现在由周平报道 全国军民及海外侨胞代表25万人 今天上午在总统府前广场 举行双十国庆大会 将总统金国先生清零致辞 他其免全国的同胞 不屈不挠奋勇前进 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 一定可以获至最后的成功 对历史对国家有个交代 以下是国庆大会的部分实况 中华民国各界 庆祝75年国庆大会 大会开始 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 75年国庆纪念日 黑内外决定同胞 对欢心舞弊的声称 隆重热烈地 庆祝这伟大国庸的节日 华依代表 华侨代表 华侨代表 张立明先生致辞 代表致辞的是 来自泰国地区的华侨领袖 张立明先生 是代表致辞 反共议事代表 今年代表致辞的是 陈宝忠议事 我衷心希望 海峡两岸的同胞 都能够过这一样美好的日子 我在此呼吁中共 赶快放弃马列共产主义 享用以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的伟大号召 大会的各种旗帜、挥舞 恭请总统讲话 现在蒋总统 要向大会群众致辞了 亲爱的 苦肉 兄弟 慈悲们 从海外 回复的 小胞们 今天 是我们 中华民国 其实 五年不经 我们 以 费功彼身 建国彼身的 心情 欢欣 孤雾的 新作 这一个伟大的 日子 我们 局域的 共同的 奋斗的目标 就是 就是 要 光复大陆 我们 坚决相信 大陆 一定能够 在我们手里面光复 今天 我们 必须要团结一致 外众一心 发挥 发挥 生命之力的 精人 打共 达共福斯 中校仍安 心里 后平的 中华民族 基本精人 發揚 廣大 得到我們生命成功的活跌 今天 只要看到中地大目標以外 非公大陸 今天面對著 現在 要更短期 更積極 我們 彼此在這一個 堅固坑的中間 來接近 獨立 求助我們這個生命 這一代 有一代的人物 加在我們身上 總之那一個大人 今天 我們在大陸 競馬地 中國人 要想全世界的人 要想生意的同胞炮症 我們一定要在這奮鬥 奮鬥到地 使得我們身一的同胞 都能夠下載我們自由的 再為自己的成果 同胞炮症 同胞們 我們要奮鬥 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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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歷史 、對國家 、對生意同胞 、對話交 都有一個交代 我們相信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交代 大陸 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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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 光帆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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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向总统致敬 恭祝总统 正宗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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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也不断的 高举双手或者抱拳 向全场会中来致议 奏乐 在奏乐之后 中华民国75年 双十国庆的 庆祝大会 就礼成了 礼成 蒋总统金国先生 今天在总统府接见了 各国驻华使节 代表跟访华的外宾 接受他们对中华民国75年 国庆日的祝贺 使节团团长 沙烏地阿拉伯王国 驻华大使舒海尔等58位 各国驻华使节 代表和访华的贵宾 依次觐见蒋总统 祝贺我国双十国庆 蒋总统亲切的跟前来 道贺的外宾们一一握手致意 接受使节门的道贺 在场观礼的有李副总统 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 外交部长朱辅松 总统府参军长汪靖徐等人 双十国庆 万民欢欣 各国驻华使节们 也表达了他们虔诚的祝福与贺议 另外 国庆大游行更是多彩多姿 现在由陈岳清报道 各国驻华使节 在国庆佳节 也代表他们的国家与人民 发表祝词 恭贺我国国运昌隆 蒋总统金国先生 正宫康泰 下面就是使节门的谈话 我非常感谢 我们的心里的祝福 首先 祿佛先生先生 为他继续的健康 和他继续的领导 和我们的好朋友 中国人民共和国 继续的幸福 我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 我自己和我的国家 恭喜你 这个幸福的幸福 是 很厉害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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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y state president, of my government, and also of th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I would like to convey to you the most hearty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75th celebration of your National Day and Independence.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experience it, to participate with you, to enjoy the occasion with you, and I would like to wish the state president here, the government,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all and everything of the very best and a prosperous future. Because we have the moment feeling of the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peopl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also Panama's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more increased, more strongly. It is a distinct pleasure for me, for the first time, to be present on one of the Double Ten celebrations.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Republic of Honduras. We are very happy to be here,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activities to attend tomorrow, beginning by our visi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ng-Ching-Ku, to give us all the equity and prosperity of this beautiful country. 表現團結奮鬥,呈先啟後,復興中華三大主題的國慶遊行, 上午在國慶大會之後隨即展開, 多彩多姿的花車成為今年遊行隊伍中最吸引人注目的特色。 和全城鋸服國旗後面的是前面鋸服的國旗, 是由三軍官校後面的一百名同學鋸服的星天白日滿地服的國旗, 這幅具體的國旗由四十多名三軍官校和政治作戰學校的同學所扶持, 平均着向主席台接近。 現在通過的指導原則是國庫遺項隊 全國全職下訪的全聯公司 現在通過主席台的只有南港高工職務的 有許多僑胞在蔣公遺項隊通過這時都齊力脫帽致敬 他們從總講攻和適應截局需要而行李了 黃色的長褲 黑色的長筒皮鞋表現出了戰鬥精神的色情 現在樂隊的節奏加快了 你每個妹妹都擁抱,這是不得不得快步,將會快兵致敵。 淺黃色的長褲,黑色的長蟲皮絕。 精神走走,步伐穩健,體格相當健壯。 也可以看出他們在戰地平常訓練有素。 首先通過的是臺北市東話國民小學的學生隊伍。 畫面當中是親善代表隊由美國華德比斯奈冰上事件所組成的。 以實際行動自費主團回國,表達對政府的赤誠擁戴。 這是美麗的華富小姐,鮮花鞭騰。 而特色就是一半一半貼在保麗龍板上的。 現在是反共義式花車,是由歷年來反共學人反義式代表組成的。 他們鮮花鞭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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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中華外交使節團的團員,來自世界各國的貴賓, 在目睹這項聖典的時候興奮地說, 這是他們有生以來最難忘的經驗。 拍下了最精彩的照片,回到自己的國度中, 這將是多麼值得告訴親友的事實。 外賓們表示,在這場莊嚴的國慶大典中, 看到的是整齊畫意的動作,歡欣鼓舞的笑容, 更重要的是全民一致的愛國向心力。 照片方式經濟的程式經濟, 能力及到一個人的心靈的力量。 而且,能力及到一個人的力量很強, 要增加平等的生活生活。 這裏是非常好的。 我們,我們所有的觀看來, 非常感興奮和狀態的靈魂, 在台灣和台北在特朗中。 特別在丹陸中。 I think that it's very, very festive, people seem to be very patriotic particularly and it's rubbing off on me. It is roughly comparable I think to our Fourth of Jul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our Independence Day and I think these are two very, very meaningful events in both nations' experience. I'm very sorry about Double Ten because unless every American could come here, unless every American could come here they cannot appreciate what Republic of China really means. I have caught the spirit of freedom and the great spirit that you have if I can only take it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tell them what you have here. The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elevision can never tell us what we have learned here personall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day. It's wonderfu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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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他们回国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亲自目睹祖国的繁荣与壮大 几位侨胞们分别谈到自己的感受 我心里觉得很兴奋 而且看到很多侨胞从海外回来 那好像是海内外我们都是一条线 我家里现在一年比你好啊 一年比你伟大 每年回来这情况不同的 所以回来信息很高 进步得很厉害了 好像这个帽子最改进了 去年就没有了 今年有了 有太阳可以借太阳什么的 都比较进步得很好 那个马路啊 那个建筑啦 工业啦什么都进步 农圈都进步 我看到我们国家的进步 实在是土匪们进 在昨天我看到 这个四海万众一星的表演会 看到我们的年轻的同学们 大家各有都有各方面的记忆 而且他们这种团队精神 让我们在这国外生长的 生长的侨胞感到万分的钦佩 使我们认为以我们的国家为荣 心里面感觉到很高兴 因为看到总统那个健康慈祥的样子 我们非常的值得安慰 我们感觉到中华民国是有希望的 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下午举行茶会 欢迎回国的侨胞代表 欢迎茶会在台北市三军军官俱乐部举行 由海工会主任郑兴雄主持 共有五百多位侨胞代表参加 执政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马树立 在致辞中 首先赞扬侨胞们在海外各地 所表现对自由祖国的支持坚定立场 马秘书长希望侨胞们 在回国期间多了解进步的情形 回去以后告诉友人 马秘书长也勉励侨胞 并肩洗手 共同完成忠心复国大业 全国各界代表 庆祝国庆举行的民间游艺团体表演 下午两点钟 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 由台北市议会张建邦议长主持 场面盛大热闹非凡 这项由台北市党部所筹办的民间游艺表演活动 将以十个富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大型节目 透过长达一百二十分钟精彩紧凑的表演 来庆祝七十五年的双十国庆 首先进场的是由二十多年历史的北一女乐仪队 九夫盛名的北一女仪队操枪表演 以整齐的动作变化多端的队形和熟练精彩的操枪特技 立刻为大会带起第一个高潮 成群围观的群众掀起一阵阵的掌声 接着来自全省九个县市的妇女辅风舞队表演 有三百五十多位代表穿着粉红色的运动服 她们以生动活泼的体操舞 随着音乐演出宝岛长春节目来庆赫国庆 这是由阵容庞大的陆军士官学校 古号乐队所演出的大汉声威 一百五十位文武合一的革命青年 吹打起古号乐声高耸入营销 尤其是市校古号乐队的队形变化繁复 非常有创意 不断地排出中华梅花等图案 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是彰化县平和国小一百多位小朋友 以民族舞蹈来表现的渤海欢腾 他们的舞蹈结合了中国功夫和民族英雄的故事 不论小男孩的起舞或是小女孩的善舞 都赢得在场人士一致的赞誉 由爱国艺人李唐华创办的中华民族记忆训练中心 以我国传统民族特技演出金玉满堂这项节目 首先上场的是旗开得胜 六十位学生熟练的技巧吸引了全场的观众 接下来直上云霄 一注晴天 单轮特技等特技表演 一个比一个精彩 全场观众掌声四起 台北市精华女中演出的国泰民安 是以民族舞蹈的方式表达我国传统迎亲礼俗 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正兴中华是由稻疆商职四百位学生的擅自舞 配合双十胜利等队形表演精彩的民族舞蹈 是阵容最为庞大的一个表演节目 普天同庆是由来自屏东山地乡的两百多位排湾族山包 他们穿戴整齐的传统服饰 以嘹亮雄伟的歌声 颂扬社会富足名声乐利 由空军防炮部队 陆军契机处 梁广醒尸团和新社后醒尸团合演的醒尸陈祥 是以二十三只色彩鲜明神态各异的狮子 演出一连串中国传统舞狮技艺 尤其是迭罗汉等特技更是精彩 最后压轴的是联情总部中华巨龙队 所表演的神龙谢锐 神龙一出立刻引起全场的惊叹 中华巨龙全场一百二十码 分为四十四节 由一百二十位队员轮流操作 他们喷云吐雾 神龙活现气势如虹 全省二十一个社团两千多位代表演出 长达两个小时的民间游艺表演 到下午四点全部结束 以上是记者吴匡敏 西胜林的报道 双十庆典的热烈举行 海内外同胞都以实际行动 表达了对国家的热爱 而有一些人在默默之中 为庆典的完美的举行 付出了更多的心力 他们是六百多位中外记者 释放气球的国防部新战总队 维持现场秩序的军县警官兵 学校一队和男女同居们 来自国内外各新闻工作单位的 六百多位新闻记者 在国庆大会之中 背挂着吃饭的家伙 电子摄影机或者照相机 来回奔跑猎取镜头 不但要把国庆盛典的镜头 送到全国每一位民众的面前 更要把中华民国的繁荣盛大 普天同庆的欢乐景象 送到全世界 军县警官兵学校一队男女同军 在烈日之下站得鼻挺 虽然逗大的汉珠 从脸上不断地留下 但是他们却骄傲地说 维持秩序 再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为自己侨胞服务 感觉很荣幸 我在这边虽然有点累 但是我的荣誉心 能够把它抵消掉 为了国家的安全 这辛苦一点也是值得的 还好学校设想周到 适时地给每位一对同学的鹅角 擦了一下万斤油 让他们能够清爽一下 担任首先出场的光武公专 胜利号角队的男同学 也在女同学的细心擦汗之下 精神更抖擞 在中华民国万岁生中 两万只五彩缤纷的气球 在煞纳之间升入天空 交织成美丽灿烂的画面 这是一百多位国防部 新站工作人员 从清晨五点开始 就展开工作的成果 这是我们国庆大典 我们本队担任这个 释放彩色气球 全体官兵都感到非常的荣幸 你是不是越生越兴奋 这就是居民一心 爱国的表现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一丝不苟 努力创造最好的成绩 是所有参与国庆盛典的人员 最大的心愿 也是国家最坚固的基石 为了庆祝双十国庆 外交部傍晚在圆山饭店 举行了国庆酒会 有中外贵宾好几千人参加 国庆酒会在圆山饭店十二楼大会厅举行 外交部长祖父松夫妇 亲自站在会场门口 向前来道贺的中外贵宾们一一握手之意 行政院长余国华夫妇 国防部长汪道渊 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徐立农上将等党政军首长 与政府官员各国驻我国大使 以及这次应邀前来我国参加国庆活动的外兵们 都参加了这项酒会 外兵们纷纷向我国政府官员表达祝贺之意 双方也亲切地交谈 并举杯祝贺我国国庆快乐 双方元首正宫康台 庆祝双十国庆 联亲总部傍晚七点三十分 在台北市淡水河六号水门 释放国庆焰火 大约有二十万民众 在现场观赏这项难得精彩的画面 这项焰火释放活动 是历年来最有半途的一次国庆焰火 时间长达六十分钟 比去年整整增加了一倍 今年焰火节目共有二十个项目 包括了普天同庆 万众一新 光辉灿烂 花开富贵 龙凤城墙 四海归心 迎向光明 渤海欢腾等 为了便于更多民众观场 每个节目都释放 高空焰火弹 总共使用大小焰火弹 一万匹千克 释放的高度在一百到四百公尺不等 这一次国庆焰火 在联勤不断求心 求精求美的设计跟制造下 无论花色 音响 采光 都和往年有显著的不同 国庆焰火 是我们国家一年一度的热门活动 不仅象征中华民国 璀璨亮丽的光明远景 更呈现了社会团结 自强的欢乐景象 庆祝国庆全国团结自强晚会 今天晚上七点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行 节目精彩而富有创意 晚会一共有十个学校跟团体表演精彩的节目 包括以操枪特技文兵的北一女乐队一队所表演的我舞为扬 复兴工专所演出的强身豹国 内政部中区直讯中心所演出的欣欣向荣 私立万能工专的日行衣扇 复兴聚校学生所表演的高难度国剧 基隆市中正国小的神采飞扬等等 最后的压卓好戏是由中华聚龙所演出的普天同庆 三家电视台今天晚上将联播这项晚会 旅居世界各地的侨胞们 今天也都透过各项集会的活动 和国内的同胞一起来庆祝国庆 他们爱国家的热情非常感人 现在由李传伟和梁磊为您报道 美国地区的华侨和友人 今天分别展开各项庆祝活动 庆祝双十国庆 北美事务协调会在美国华盛顿和洛杉矶 分别举行国庆酒会 邀请中外贵宾共同参加 以下是本台驻美特派记者 李庆安和楼木槿的特别报道 各位观众 我国北美事务协调会驻美办事处 今天在华盛顿的休轮酒店 举行盛大的双十国庆酒会 邀请侨学界和各国友人 一同来庆祝这光辉的日子 酒会从下午六点三十分开始 由协调会驻美代表前赴抗力主持 中外嘉宾大约四千人前来参加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 各国驻美使节 华盛顿邮报发行人等 都亲自到场 祝贺中华民国的繁荣进步和国运昌龙 我怕我的生活不够好 可是我就可以说恭喜恭喜你们 旅居海外的侨胞 平日新系祖国 到了光辉十月 更是齐心协力地举办各类游行和庆祝会等活动 以表达对自由祖国和领袖的热爱与效忠 非常地兴奋 尤其今年我感到特别兴奋 就是昨天看到我们的总统 接受美国记者报纸的访问 对于我们中华民国的未来的政治前途 跟民主的更进一步方针 我们感到非常地兴奋 非常地开心 我们希望国内能够接这个机会 更为团结 为民主更跨进一步 我国北美事务协调会代表前妇 也在酒会中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双世国庆的这个邀请名单 是一年比一年增加 因为我们交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所以今天晚上各方面的宾客 来到此地专程向我们道贺 就是表示他们和我们中华民国的友谊 那么有好多的朋友出城去了 也写信打电话送花 表示他们对我们的祝贺 以上是记者李庆安 在美国华盛顿的报道 洛杉矶北美事务协调会 为了庆祝中华民国75年的国庆 特地在今天晚上 甲介洛杉矶市巴拿湾曲酒店 举行国庆酒会 整个会场喜气洋洋 中外嘉宾云集 总共将近有3000多人参加 酒会由协调处处长刘达仁主持 加州州务卿余江岳贵女士 也前来参加庆祝酒会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e 1010 celebration with the my friends with the coordinating council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 我很高兴来参加这次 75周年的双十节节目 有我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 有在场人大概有两三千个 我要说一句话 中华民国万岁万岁 在海外的中国人 新逢双十国庆 比过新年还要来的高兴 同时更有一份 对祖国的关怀和信心 以上是华事记者 在洛杉矶市的报道 韩国华侨庆祝国庆大会 今天上午十点钟 在汉城的华侨小学大操场举行 国庆大会由华侨协会会长 陈可林主持 我国驻韩大使周坚 以及大使馆官员 华侨代表 乔校学生两千多人参加 陈可林会长致此时强调 全体侨胞要团结一致 拥护政府完成副国大业 周坚大使在大会中致辞 勉励海外侨胞要心向祖国 海内海外一条心 克服困难不畏险阻 在蒋总统金国先生的领导下 完成中心大业 大会并且通过了 向蒋总统以及三军将士致敬电文 表达全体吕韩华侨 始至孝宗政府的决心 庆祝大会中 释放的五彩气球 冉冉的上升 由华侨学生乐队 奏出了令人振奋的军乐 使得整个大会会场热闹非凡 大会结束前 全体人员高呼口号 充分地表现了 我国吕韩华侨的爱国热忱 大会后 由韩国华侨小学 所组成的学生队伍 列队通过了司令台 接受周间大使的检阅 他们一个个熊啾啾气昂昂 充分地表现了 华侨子弟的爱国精神 日本华侨的国庆庆祝活动 今天分别在东京和横滨 分别隆重地举行 国庆大会在东京举行 由旅日华侨代表 以及日本朝野人士 近千人参加 参加大会的日本人士中 包括了前日本文部大臣 滕伟政行 以及众议员 原文兵卫等等日本的政要 大会主席由日本华侨总会会长 薛国良担任 我驻日代表马基壮在大会中致辞 大会与会的华侨代表们 在隆重而热烈的气氛中 高呼爱国口号 使致孝宗自由祖国政府 情况热烈而感人 横滨是我国华侨最多的地区 数千名侨胞今天在横滨的街头 举行了中华民国75年国庆大游行 情况空前的热烈 游行队伍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队 以及国富肖像队的前岛下 全体游行人员高呼爱国口号 爱国的情绪高涨 充分地表现了乔邦们爱国的精神 游行队伍由我国传统的游艺 武龙武师非常的热闹 使得整个横滨街头 充满了锣鼓喧天 一片喜庆的气氛 正在台北松山外贸展览馆 举行的国防科技展览 今天有十万人前往参观 另外全省各地 也举行了庆祝国庆的活动 国庆嘉庆 选在今天结婚或生子的人 更是喜上加喜 现在由西盛林和陈明华 分别为您报道 台北市区和近郊 今天到处是人潮 富老稀有喜气洋洋的民众 显示出复兴基地 自由繁荣 国泰民安的景象 台北市今天晴朗而凉爽 西门岛区跟电影界一带摩肩接种 多时趁着国庆假日逛街购物 看电影的民众 几家大百合公司 推出了打折促销活动 也吸引不少人 参观和选购 在近郊各处公园风景区 和游览圣地是游客如知 市邻的中影文化城城墙 是远来游客登人的好去处 景邻文化城的故宫博物院 气派宏伟景色宜人 两旁绿树成荫 衬托出了雕花石栏杆 跟石板大道 更是古色古香 故宫收藏的万件中华国宝 一向是世界各国人士 向往的宝库 来自中南部的民众 也络绎不绝 他们除了参观故宫景色 和古物之外 也趁便到旁边的制散园 参观传统的中国庭园 经过了故宫在上山 在二十多分钟车程之后 抵达阳明公园 虽然杜鹃花季已经过去了 但是阳明山上 清新的空气 满眼的绿意和草木当中 透露出来一丝秋的颜色 使上山赏玩烤肉 浇油的民众不需此行 由于台北市涌进了近两万名侨胞 和各国的贵宾 目前六十多家观光旅馆 全部客满 也是十月庆典当中 一项独特的景象 十万民众今天涌进了松山机场外贸协会展览馆 参观极有意义的国防科技与兵工生产展览 今天是国防科技与兵工生产展览 开放民众自由参观的第一天 主办单位估计有十万人到场参观 值得称道的是主办单位在场外做了人数控制的措施 每隔一段时间让民众进场参观 使得场内的人数虽然非常众多 仍然能够维持应有的秩序 而民众也能够尽情地浏览 对国防科技兵工生产有了概念 同时透过实体 模型 文字图表和多媒体等等的方式 参观的民众更感觉到唯有凝结全民意志力量 才能建设独立自主强大的国防 这项展览由于参观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主办单位也希望观众不要携带不必要的大型手提袋 以及食物等等进场 另外每天下午五点钟展览就结束了 因此希望民众在四点半以后不必在排队等候 将近一百对新人选在国庆佳节 到台北地方法院公正结婚 真是国庆佳庆双喜临门 台北地方法院公正处 今天是最忙碌的结婚礼堂 从一个星期前前往登记公正结婚的人 都选定10月10号最吉祥的国庆日举行婚礼 在将近一百对新人之中 还有两对是日本人 他们热爱中华民国 选在今天完成终身大事 将是他们在我国最甜蜜的回忆 由于公正处面积不大 百对家偶必须分批进行婚礼 为新人证婚的公正处主任蔡江松 很仔细地核对每一份结婚证书 深怕忙中出错 发错了结婚证书 公正人吴凯明说 不停地唱读新人的名字 虽然使他嗓子都念哑了 但是看到新郎新娘 甜蜜地并肩步向地毯的那一端 也感染了不少喜气 国庆家庆 在这个欢乐的日子里出生的婴儿 除了给家庭带来一份喜气之外 更给国家增添了新生的活力 为了庆祝双十国庆 台北市所有的势力医院 忠心 仁爱 和平 妇幼等等 全部免收 接生费用 到下午六点钟为止 妇幼医院是最具喜气的医院 一共接生了五名男婴 七名女婴 和平医院有两名男婴 仁爱医院则接生了四名男婴 两名女婴 而忠心医院则表示 他们有一位产妇待产 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赶得上 这个既有纪念意义 又充满了欢乐的日子里来诞生 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万多位民众 今天纷纷前往桃园慈湖 工业先总统蒋公邻请致敬 双十国庆来自全国各地 一万多位民众 从上午九点钟开始 先后到达桃园慈湖 他们不分男女老幽 都怀着虔诚的心情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 步入临请庭院 进入临堂 攻向先总统蒋公临请 行三十公里致敬 并瞻仰蒋公一项 以忠心表达对世界一代伟人 最崇高的境地和永恒的怀念 省员各界在台中市隆重 举行了庆祝大会 以及自强大游行 中部各县市也分别集会 举办游行 艺文展览 以及民俗游艺等 多彩多姿的活动 热烈庆祝这个光辉灿烂的日子 省员各界庆祝国庆大会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中心堂举行 由台湾省议会议长高一仁主持 中部地区党政军各界首长 以及机关学校代表 两千多人参加 大会中首先攻读蒋总统国庆祝词 在高一长致辞呼吁 审民大众风雨同舟 和中共计 共同为国家开创更美好的明天之后 中央党部社工会副主任 蔡忠雄博士 也以迎向明天发表专题演讲 大会同时通过上总统致敬店 和向三军将士致敬店 省府各界万人自强大游行 在台中市警察局警车开导下 参加游行的队伍 从自由路口省新闻处大门口出发 由台中市各级学校 市政府市党部和社团妇女团体 所组成的游行队伍 所到之处万人争夺一片人潮 在鼓声 乐声以及鞭炮声中 为庆祝活动掀起高潮 台中市各街头商店都悬挂国旗 和游行队伍的旗队互相辉映 触目所见一片旗海 普天同庆 渤海欢腾 在欢欣鼓舞的气氛中 展示了全民朝气蓬勃热爱国家的忠心 高雄市各界在势力体育场 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庆祝大会 庆祝大会由高雄市长苏南成主持 高雄市党政军各界 各机关学校及民间社团代表 共计有一万多人参加 在大会中 首先攻读了蒋总统75年国庆祝词 以及大会向总统及三军将士致敬电文 随后大会主席苏南成市长 在致辞中 勉励高雄市全体市民 除了克尊蒋总统的训事外 并以自立自强的精神 迎接一切横逆与挑战 全力建设大高雄 大会在放了和平歌及五彩气球后 与会的全体人员 分成两路游行全市各主要街道 他们饱满的精神和整齐的步伐 吸引了很多市民在街道两旁围观 台湾省其他各县市 今天也都热烈地举行国庆庆祝大会 以及各项庆祝活动 热烈庆祝双十国庆 桃圆县各界庆祝75年双十国庆大会 上午9点在县立体育场举行 由桃圆县长徐洪志主持 有一万多人参加 会中除了上蒋总统及三军将士致敬电文之外 并且有专题演讲 大会在高呼口号声中圆满结束 随即展开万人游行大会 全县130多万县民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 热烈庆祝双十国庆 基隆市各界庆祝75年国庆大会 上午9点30分在市立体育场举行 有全市各级学校各单位代表 两万多人参加 由市长张春希主持 大会除了宣读总统文告之外 并且通过上总统及三军将士致敬电文 市长张春希在会中 还勤勉全体市民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 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代任务 苗栗县在双十国庆期间 举办了多项活动热烈庆祝 上午9点在县政府广场举行庆祝大会 一共有一万人参加 由县政府主任秘书主持 会后大游行 体育馆举办了数十盆景展览 文化中心有全县的美术作品展 先总统讲工薰业图片展 以及中华文物特展等等 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新竹地区庆祝国庆大会上午9点 在新竹势力体育场隆重举行 首先由省立新竹女中的学生公主 向蒋总统及三军将士致敬电文 新竹市长任富勇也在庆祝大会当中 勉励民众们大家携手联心 效忠国家 使我们的国家更为强大 大会在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声中圆满结束 嘉义市各界庆祝75年国庆大会 上午在势力体育场举行 由市长张伯雅主持 一共有机关学校及各民间团体 一万多人参加 大会首先攻读总统国庆祝词 随后释放五彩气球 象征普天同庆国运昌龙 会中还通过上总统致敬电文 大会在全体高呼口号声中结束 台南市各界庆祝双十国庆大会 上午在势力体育馆举行 由市长林文雄主持 一共有各界代表六千多人参加 林市长致此其勉大家同心意得 团结奋发 共同完成中兴复国大业 典礼之后随即展开盛大的游行活动 并且有舞龙 古诗 军乐队 古号乐队 及拉拉队等表演 为庆祝国庆活动掀起了高潮 屏东县高雄县各界 今天也分别展开一连串的国庆庆祝活动 屏东县庆祝大会在中正体育场隆重举行 会后分成三个梯队展开国庆大游行 使屏东市区热闹非凡 高雄县也展开一连串的民族娱乐活动 充满乡土气息的大鼓震 也在街头做精彩的表演 取掉通俗斗趣 洋溢着一片欢乐的景象 以上新闻部分就告一个段落 请您稍后片刻继续收看孙自强为您播报的气象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上午各地都是晴朗的天气 使今年双十国庆各项活动更为热闹而喜气洋洋 到了下午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虽然有点小雨出现 但是并不影响各项庆祝活动的进行 反而使天气显得格外凉爽 气象局说 这种多云偶有小雨的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明天 现在让我们从天气图上来看 明天台湾地区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南下 以及封面云带逐渐接近的影响 各地气温会略为下降 尤其是明天的早晚天气会特别凉 请多注意 除了北部和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会有局部性小雨之外 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再来看卫星云图 由于封面的威力并不强 因此各地雨势都不会太大 接着请您收看明天各地的天气预报 台北市阴局部阵雨19度到25度 台北地区阴时多云局部阵雨19度到25度 基隆宜兰地区阴时多云局部雨19度到25度 新竹地区多云时阴局部雨19度到26度 台中地区多云20度到28度 迦南地区多云20度到29度 高平地区多云23度到29度 花莲地区阴时多云局部雨20度到27度 台东地区多云21度到27度 澎湖地区多云22度到28度 金门地区多云20度到26度 马祖地区阴时多云偶雨18度到22度 接着请您收看国外各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汉城多云10度到15度 东京应有雨9度到22度 香港秦时多云25度到29度 马尼拉多云24度到30度 曼谷多云短阵雨25度到32度 新加坡多云午后阵雨24度到32度 纽约晴天10度到22度 旧金山晴天12度到22度 洛杉矶晴天18度到26度 伦敦晴天13度到21度 约卡尼斯堡今天7度到23度 各位观众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 我们欢度国庆之余 更应该牢记蒋总统的招式 我们要更团结 更坚强 更积极努力 以赢得我们最后的胜利 这节华市晚间新闻 为您播报完毕 华市全体同仁 祝您晚安 再会